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开始2020年计算机考研 数据结构的强化课程 那么数据结构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 那么在我们强化课程里面 我们和技术课程要区别看来 我们要强化课程里面 我们以代码算法为主体 给大家讲授数据结构这门课程 也就是说大家要在什么基础 基础上做一个有效的提升 那么首先看我们数据结构强化什么 我们数据结构强化的首先是知识点 知识点有哪些呢 有逻辑存储和操作 那么逻辑结构有哪些呢 我们说线影表数和图 说老师我们都记住了 存绿结构有哪些呢 最简单的有顺序还有链表 顺序和链表 这两种最基本的 那么我们在考试里面 实际上就是考的我们这三乘二的这样一个组合 也就是说我们把它画一个基本的三维图 那么对于逻辑结构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在这儿呢 有什么有线性表 对吧 我们写上个表 然后呢有什么有数 对吧 数来讲的话考察呢 核心呢是二叉数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呢 图 那么对于存组结构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顺序 对吧 顺序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什么链式 那么我们在强化阶段是要掌握的 那就是对于我们三种逻辑结构 对应的两种存组结构的相应的 什么 查找 插入 删除 应该是核心的什么 这几个算法 当然了我们说 对于我们还有一个呢 就是排序 但是我们有专门这一章 但是排序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操作 所以说强化强化那些内容呢 实际上我们就要从线意表开始 依次的怎么样呢 把每一种结构的它的在两种存组结构下 它的一些操作算法 以及要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当然我们说对于线意表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顺序表和链表呢是各分天下 各分天下 那么对于数来讲的话呢 我们考试呢 当然以二叉数为主 二叉数为主 对不对 另外图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也比较特殊了 它的存组结构呢 我们是以一个是顺应结构的一个矩阵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临结表 就鞋带码呢 我们说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无动结构 就顺序表 链表 二叉数 就二叉链表 加上一个什么 临结构临结表 基本上就是无动结构 那么在解决算法的时候呢 你首先把这五种结构的定义要搞清楚 当然在这儿来讲的话呢 图是最麻烦的 对不对 图的临结矩阵定义方法 还有临结矩阵呢 我们说不同的书和教材呢 它的定义的方式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令我们非常的难受 但是基本上呢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 都用这个AA 它代表什么 临结矩阵 对不对 我们用一个 A-List呢 来代表什么呀 代表我们的临结链表 那这样一个 应该是表属几点 表属几点 然后用什么 用FostArc和NextArc 代表什么呀 每一个几点的 所构成的 单列表 所以说首先呢 我们说 你要对这几种 结构的 应该说 我们常考着 五种结构的定义 要搞清楚 这个定义来讲的话 我们是默认语是吗 就是C一言 对不对 你比如说 C家家 C家家比较麻烦了 还定义class 定义类 所以说是我们的标准 C用结构体 顶多顶多 应该结构体 对吧 那么我们说 这是我们强化了知识点 另外 解体思路 解体思路有什么呢 我们说有实力法 归纳法 图价法 至于这些方法呢 我们在基督节代 给大家上课的时候 对每一个知识点 都用过了 有没有画过图 有过 对不对 有没有做过证明 有过 所以说我们在解题的时候呢 也是用这几种方法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 特殊的方法 那么怎么强化呢 怎么强化呢 首先 手动模拟这一关要过 一般呢 我们在基督节代呢 都给大家讲了 对不对 基督节代 基督节代我们讲的时候呢 主要是手动模拟 对吧 比如说排序 那排序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 这个选择排序 选择排序 选择排序的第二步 变成什么呀 124598 选择排序的第三步 还是他 对不对 第四步 第五步 124589 所以这个要手动模拟 手动模拟之后呢 你在写什么呀 写代码 coding 那么选择排序 当然是太简单了 对吧 我们说呢 写一个快排 快排我们说就消費要麻烦一点 对吧 规病也麻烦一点 基数也麻烦一点 所以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告诉 什么叫做手动模拟 这又叫手动模拟 这手动模拟有玄机的 对不对 你都知道怎么样呢 你的算法写的时候 就是找到最小的 对不对 和它进去交换 再找到最小的 跟它交换 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个不稳定的 对不对 那么要够短一个稳定的 怎么走呢 那么不是交换 对不对 是怎么样呢 是一是放在前面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变成V14 V5 4298 是一次向后移 这个地方呢 就实现一个选择排序 去到稳定算法 所以说这个呢 我们给大家应该都解释过 那么另外我们说刷题 刷什么题 我们的题目呢 就是在强化阶段 刷的都是通考题目 那么有一部分呢 是自主命题的题目 有一部分是 那么有部分呢 是刻后的一些题目 但是呢 我们以通考题目为主 因为通考题目呢 非常好 对吧 那么它融合了很多 我们以前自主命题的题目 另外通考题目呢 为什么要刷呢 很多自主命题高校里边呢 会把通考题原题不变 包括选项的顺序都不变 你就出题 所以说呢 我们说通考的题目呢 是大家要必须要在这个阶段呢 要 应该说基本上能够看一遍的 我们把一本非常典型的题目呢 给大家做一下 另外算法 那算法来讲的话 我为什么要写上一个背呢 因为有的通考的反应 就是理解不了 就占写不了 那占写不了 你先稍微记一下 记一下 多写几遍 慢慢的就会理解了 那么我们这次在强化课程里边 也是在代码这一块呢 也是改变一个教学思路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一块呢 来写代码 教了大家一步步的写 一步的琢磨 代码就是说 不是说我拿回一个题 我下手一写 就写出来一个标准答案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这不可能的 都会有些小的瑕疵 包括我呢 在后期课程里边 给大家写代码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些瑕疵 就是一些 可能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那么这些地方呢 可以有同学 就是欢迎对吧 纠错 对吧 发现件给我 对吧 我看一看就是 到底是我错了 还是你没有理解正确 那么第一章虚论 那么虚论对于这一章来讲的话呢 在考试的时候呢 往往是一个选择题 那么这个题目呢 往往是集中于 我们的性能分析和度量 那么说白了 就是一个算法复杂度 空间和时间 那么对于我们的 基本概念这一块 和定义这一块呢 我们自如命运的 喜欢考 喜欢考 那么首先要看 对于基本定义这一块 就是核心就要掌握 什么是数据 对吧 另外就是数据元素 那要知道数据元素呢 是数据的基本难为 那么数据元素呢 可以有什么样 如果刚刚数据相 来进行组成 那么数据相呢 是什么样 是数据 不可分割的 这两单位 这两单位你要记清楚 比如说我们进行 进行数据处理的时候 我们按照处理元素 一条元素 一个元素 一个元素的 进行处理 我们在处理这个元素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是处理这个元素的 某一个数据相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我们的上学籍 对不对 学籍 你有学号 我学号是15 对吧 我的姓名 对吧 然后我的这个总 我的这个学习的总成绩 考了什么158分 那么我们说怎么样呢 你把你的学生绩拍下去 对不对 那么你对什么呀 对这个数据元素里边的 这个数据相 来进行操作 所以这个概念呢 要理解 那么另外 数据结构的四根要素 罗计结构 存在结构和操作 不说了 再说了就啰嗦了 那么 线性数图和对应的 这样一个结构 以及我们数据结构里边 的罗计结构 除了我们讲的 还有什么没给大家说呢 一个就是线性表的一个推广 广义表和速度 还有一个非线性结构里边的集合 这个是没给大家讲到的 那么 总体来讲的话 那么说 罗计结构呢 分为线性和非线性 所以说呢 对于这边的结构 如果是你实在记不着名字的话呢 如果一看 它不是个线性的 那么就是一个非线性的 这个我们在14年的 斯林巴命题里边的 应该是第一问 对吧 第一问 这是什么一个结构 答案里边说 你写上个非线性就正确 一看不是个线性的 那就是非线性的 但是非线性的哪一种 我不知道 所以说呢 要注意 罗计结构呢 分为两种 线性和非线性 那么算法处置一块呢 首先什么是算法 算法要知道什么 它是对问题的求解方法 它是一个指令的 这样一个 有限的一个序列 那不是无穷的 对吧 有限序列 一个序列 每一条指令呢 可能代表一个多个操作 但是你经过这有限的 十条八条二条 但是这个事呢 就做完了 所以算法呢 是对问题的这样一个 有限序列 它的特性 输入输出 确定性 有穷性 和什么呀 有效性 有效性呢 在有些书里面呢 称为叫做可行性 都专门给大家列举出来 因为有同学问过我 说我们这儿 没有这个形象 也叫可行性 确定性 确定性 每一步都是有确定的 有穷性 怎么样 就一定部署 都能够结束 可行是什么 就是你每一个运算 经过有限的次序呢 都能够完成 那么另外 时间的度量 那么说时间发的度量 来讲的话呢 首先就是运行时间 我们说运行时间 等于什么样 每条语句 执行时间的核 那么每条语句呢 又是什么 每条语句的对立的 这些指令 每条指令所运行了 这样一个 每条语句的执行次数 以及这个语句 所需的时间 对于语句来讲 又取约什么 它的指令集 同样一条语句 可能在不同的指令集里边 对应的指令就不一样 因此我们说 你纯粹的用运行时间 来进行考量的话呢 这比较麻烦 简单来讲的话 我们说 比如你定一个intA 对吧 然后A等于什么 A加1 然后再一个print 对不对 这三条 这不是 比如说这个 我们说在X86的情况下 对吧 X86的情况下 这个需要什么 一秒 这个需要两秒 这个需要两秒 总共是五秒时间 对吧 每条语句都只用一次 对吧 那么这个一秒 两秒 你怎么统计出来呢 就是根据说 它的指令集 对不对 你根据X86的 我们说是Sysq指令集 对吧 那么如果你放了什么 放这个嵌鲁士的 MAPS指令集 对不对 那MAPS指令集 我们说它是流水线 它速度要快 那么这个变成了 1.5秒 这个变成1.5秒 对不对 1.5秒 那么整个来讲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三加什么 四秒钟 流水线的方式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此我们说 你看这个运行时间 来进行考量的时候 它怎么样 它和相关因素比较多 就是说你不一定 非常的准确 不能说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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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慢的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抛开 我们抛开计算机 硬件这些信息 就是指令的速度 抛开我们硬件的信息 我们考察什么 考察 考察就是语句 出现的频率就完了 那频率多 频率高 那么怎么样 它运行的 就出现的这个语句 比较多 对吧 语句比较多 那么它运行速度 肯定要比出现 越少了 那个要多 因此我们说 我们就把设法中 重复执行次数 构造为 是我们问题规模一的 这样一个函数 这函数就是FN 那么因此呢 我们怎么样呢 基本上就是在N呢 我们说去向欧书那的时候 我们给出一个 渐进的时间复杂度 我们简称为时间复杂度 那在究竟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呢 是选择什么呀 选择就是最深层循环 也就是说这一条 这一条这个命令呢 这条语句呢 有很多条语句 如果语句都是平不之序的 顺序结构下来 没有任何的循环 只有个别的选择 那么它的 复杂度呢 就是大为一 因为没有循环 我们说怎么样 你执行确定的部署 就结束 虽然你一千次一万次 对吧 一千次一万次 那么如果你是个循环 这个循环次数呢 和永远的规模N有关系 这麻烦了 对不对 那么你结束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大为N 所以说呢 我们罢为什么 深层循环 你说你 首先做题的时候 做题的时候 就是抓循环 对不对 找什么欠套 字数最多的循环 来考虑什么 最基本操作的一个 执行次数 执行次数 这个次数计算出来呢 应该是和问题规模N N有关系 这个N它会告诉你 对吧 T会告诉你 那么大为的定义呢 我们讲过了 对吧 主要是 就是我们这样 极限的定义 对吧 我们就不再说了 但这些阶要记住 对吧 阶要记住 那么这阶呢 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了 还有这个阶的 这个比较的关系 对不对 而且我跟大家讲了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指数关系 大家一看 在N等于1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 不成立的 对不对 N等于1呢 你看 2 1 1嘛 对不对 当然不成立的 那么N等于2的时候呢 大家一看 N等于2是4 对不对 2的阶层是2 对吧 2的平方 我们说是4 也不成立的 对吧 只有在N 大于某一个值的时候呢 这个关系是很正的 所以说我们都是去N的嘛 去很大的时候 所以说代表呢 这个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算法的执行的次数呢 和你这个问题的输入有关系 这地方主要就是排序 因为大家学过了 对不对 我们像刚才讲的选择排序 选择排序不典型啊 直接插入 对不对 直接插入排序 我们说如果你对1 2 3 4进行排序的话 是不是 你比小一次两次 比小三次呢 活干完了 对吧 但是你如果对4 3 2 1进行插入排序的话 我们说这个可就麻烦了 对不对 那么首先它要往上移动 要往上走一次 二你要比较一次两次 对不对 然后再移动两个 再插进去 所以说呢 我们说这些插入排序呢 我们说在好的情况下 最优的情况下呢 是大VN 在最差的情况下呢 是大VN方 比如说 这个时间复杂度呢 就不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呢 去平均 对不对 在杨老师教室里边 明确指出来 我们的时间复杂度呢 不求平均求什么最差的情况下 所以说对于插入排序 对于一个算法来讲的话 那它是N方 我们找什么 最差的情况下 它的实验复杂度呢 作为它一个实验复杂度 所以这一块呢 要理解这些概念啊 因为在策划课程 我的风格就这样子啊 他们就点到为止 该说的要给大家说啊 不再详细解释了 那么快捷计算 是给大家总结出来的 那一般呢 就是这五个步骤啊 当然有特例啊 有特例 首先 与因无关的话 就大为一 如果与因有关 有一个什么 就是有二分之音的 这种情况 分裂原则 就是Log1 二分之音 如果单重循环的话呢 我们说就是O了 双重循环的话呢 我们说一般呢 是N方 如果在双重循环里边 引入分裂 那就是N乘以Log1 那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对啊 408考试呢 基本上是 这几种为止 有没有特例有 我们有什么呀 有根下N的情况 对吧 有N的什么呀 二分之三次方的情况 有啊 这个都有 但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个快捷计算呢 用于大家选择题的时候呢 快速进行筛选 快速进行筛选 如果你一看 这题目里边就有一重循环 那么像这两个 就把它去掉了 对不对 因为一重循环 你总 N方是达不到的 对吧 N方是达不到的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筛选的一个思路 有时候呢 做题的时候 非常管用 空间复杂度呢 我们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它主要是什么 就是你 你采用了这样一个临时的空间 那么我们说 首先 那么输入这个 就是对于一个程序 一个算法在执行的时候 那么它有哪些存在空间呢 首先就是指定常数所占的空间 就是你指定要占的空间 对不对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印度A A等于A加1 对不对 那么首先这个东西呢 要占空间 另外 输入数据 要占空间 对不对 比如说你对一个数据操作 那么数据操作的时候 比如说把数据求和 我应该是定一个sum 对不对 sum应该int什么样 A这是个数据 对吧 有数据 然后呢intN 对吧 这个总共是我要对前N 这样的进行数据求和 这个这是数据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进行考察的时候呢 我们要考察是辅助 辅助的程序空间 因为说我们在这一行 从空间复杂度的时候呢 是对辅助的 什么是辅助呢 就在这里边 你如果再定一个 int什么 int sum 这个sum就是什么样 就是我们的辅助空间 对吧 如果你定一个数据 int什么样 b啦 bn 大家不对 对不对 我们说前面我们定一个pmax 对不对 pmax常量 我们来定一个它 那么这个空间复杂度就有了 对吧 那么我们说这个an这个数据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它是输入 对不对 你输入的数据来讲的话 大家知道 你传入数据的时候 传个指针过去 对吧 实际的数据应该属于什么样 实际数据是属于你的 这个调往函数的 因此这叫什么 就是叫做这个 如果是大卫一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叫做原地工作 或者是旧地工作 所以说我们呢 这个顺序表的排序呢 很多呢 我们就成为叫做原地排序 或旧地排序 往往就是指的怎么样 在速度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什么 额外的这样的垂直空间 那么空间复杂度 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会考的话呢 它比较简单 就是看什么有没有速度 一位速度就是n 二位速度就是n方 这个呢 相对来说呢 比时间复杂度呢 要简单多了